日理高中电子商务科及资料处理科 参加由万能科技大学举办的 2022第三届万能马克丁杯 全国高中职数位行销创业竞赛 在众多竞赛学校中脱颖而出 分别荣获一项亚军 三项季军及三项佳作的佳击 商管群师生参加桃园万能科技大学 举办的2022第三届万能马克丁杯 全国高中职数位行销创业竞赛 及动态竞赛 商管群学生以花莲玉里家乡 当地知名美食及网美打卡店家为主题 制作了多部行销短片 以及行销海报产赛 我们的作品就是在行销环保蔬食 然后就是花莲在地的文化 然后我们行销出去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 就是例行检阅生活 然后减少探足迹这样 行销海报静态赛由资料处理科二年级李星平 涌夺全国亚军 电子商务科二年级黄美山 以及杨雅慧荣获季军 行销影片动态赛组分别是由电子商务科三年级 得到两座季军奖项 二年级荣获三项的佳作 剪辑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就是中间在拍摄的时候 有些人会一直讲话就比较难剪一点 画面比较难接在一起 电子商务科主任楼立美说 透过校外竞赛更能落实12年国教学生互动 主动自动实作的学习态度跟能力 期待学生透过实作以及竞赛肯定自己能力 感谢万能科大行销管理系 提供学生竞技的舞台跟肯定 记者高松双玉里正采访报道